老师您进到我们简报第二页 这里有一个网址有没有 这里有网址 那您点开 点开之后 就会进到 简报第三页 左手边的这个画面 那您可以打上您的名字 打上您的名字 我们刚好利用今天 设备的状况做一个远距的演变 那你在这边打上您的名字 你要用中文要昵称都没有关系 那么进去之后会是中间这个画面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您可以打开看看 让我这边打开给您看一下 好他都有中文所以 比较没有关系 好确认我就进来了 留在这里 对不对 那 如果呢 待会老师有问题的话 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 叫做随堂测验 当然如果老师的是画面上的问题 你可以把你的画面直接丢给我 也就是我就会看到 你的画面 因为远距的时候有些时候要看同学的画面嘛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用中间这个叫随堂测验 随堂测验 您可以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他会有另外一个视窗跳出来 有没有一个白板出来了 等于远距的时候我要跟同学过沟通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 好像教室有黑板 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您可以试着画看看 你看我来这边 我把我的 这里打开 让大家看一下 我把我的问题白板打开 那 老师呢 您在这一边 刚刚刚刚刚 应该是在 这里 我已经收到有一个老师送出来了 两个 有没有 Cavin老师 对对对对 他画了这个 你这样 画这个怎么办 哈哈哈 有没有 这样我看到了 哦 还有老师 帮我算分数的 画完怎么弄 来对对 画完怎么弄对 来我们看一下 刚刚在这里 对要送出 有没有 你如果这样画一个 但是跟老师讲一下 你现在用到的这一支 这支笔叫做AI笔 所以有没有画一下之后他就觉得你可能是什么 你就给他点下去 点下去有没有他就把你换了 这样画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有信心一点 不变 这里先清掉你就看 你要画什么 这支笔叫AI笔 所以如果是画这样画这样 他就感觉你是要画笑脸还是画什么有没有 你看笑脸按下去 这样是好看很多 画好了之后有没有一个送出在下面这里 按一下 那我这边就有叮咚 我就会收到了 你看五个 俗芬老师也送出来了 按一下 爱心 老师这个爱心就是没用AI帮忙 对不对 文文老师也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有没有 那这个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你看 我如果今天要看到他 按进去了 老师如果在这边 告诉你你要画得漂亮一点 你是在做评论对不对 这个呢到时候我们是可以储存起来的 也就是他会帮你把原稿 还有老师的评论都储存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 在教学现场 如果说你用平板啊或真的 有一天你可能是远距教学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白板 你存起来就是 无分的这一个 对他会帮你存下来 就没 有点像同学的作业这样 就一个人一个名字 对对对一个名字一个档案这样子 会像这样子 所以其实 这个工具还不错 那我可以把它全部先打开看一下 哇 老师有画苹果 这也是没经过AI的 有没有 所以 您可以试看看 AI画个苹果 签调 画个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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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这样 还好还好 他看得懂 苹果 这是有切肉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看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 老师工具就比较多一点 云端 打字也是OK啦 好 所以这个是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我们也可以像这样 来做 所谓的 远距的互动